易柏林 德意加拿大人 2012年来中国学习山水画 2019年他来到浙江杭州 在中国美术学院张杰教授的指导下 攻读中国山水画的博士研究生 近日 易柏林首个面向社会的各展 《墨摩的小世界》在浙江杭州展出 该系列作品从2020年4月开始创作 以蘑菇为主题 以水墨的形式探讨当代水墨画中的语言 易柏林告诉记者 之所以选择蘑菇为主题 有好几层含义 也是疫情期间 他对人与生命自然之间一些思考和感受 一面是他的获利非常大 因为他就是那么几天内 他就会展出来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一般来说他就是望上展出 就是有可能第一天 哪块地方什么都没有 然后第二天突然有一群蘑菇 但是他又很微妙 很脆弱 对 一碰他就坏了 就是从这个可以照得出 可以看得出这个圣名 或者人对于生命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对于首资面向社会的各展 易柏林认为 这是一次面对外面的世界 与民众互动交流很棒的体验 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反馈和反思 他表示蘑菇的题材让他思考到 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 人们获得信息辩解 沟通成本降低 但同时也使得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让人们意识到 不要忽略一些生活中的细节 身边的人和物也很重要 我们有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很大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很小 这一点是不要互联 然后就是生命的这个起点也非常小 最关键的东西都在我们身边 通过这种艺术的表达方式 就可以引起这个意识 就希望不要太在乎 手机上的信息或者微信的朋友圈 就是这句话有可能听起来有点傻傻的 但是路边的那些小草更重要 它们饱含的生命力更大 他称蘑菇可以是一个世界性的题材 自己的作品中也借鉴了一些西方神话故事的元素 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也是这个主题背后生动有趣的故事 可以说从这个西方神话故事 其实来的只有一个题材 就是那个叫仙女环 因为有时候就尤其是圣里里 圣里或者草地里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蘑菇它们是会长成一拳 然后就是在西方有这个故事 其实这些蘑菇晚上的时候 月亮出来仙女也会坐在蘑菇上面 跳舞啊或者开会啊这类的 画到最后真的是 我自己感觉真的是成为了心里的蘑菇 或者可以说这个看到山水 看山水就看到了蘑菇 在山水里看到了蘑菇 最后易博林介绍 本次很多的作品运用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构图 虽然画的都是蘑菇 但给人的感觉是山脉 远看蘑菇群似群山树林 忽影忽现藏于雾中 他希望自己在中西两边得到精神营养 画作中包含两个文化的优秀特点 他坚信以展览的形式做交流 成为跨文化跨艺术交流的纽带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这次的展览就让我感受到跨文化和艺术的交流的力量 所以未来如果就是能够 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在两边 众西方两边 就是通过以这个展览的形式 坚持这个交流 我觉得这个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事情